不知不觉我们在外自驾旅行已经三年了 去过海边登过大山 在海拔4700米的山口 看过最美的雪山 车能到的地方我们都会到达 而在今天我们收到了一个神秘的挑战 去完成一次从未完成过的事情 希望能够给这三年的旅行 做一次前所未有的突破 看见生活的更多可能 大家好我是齐哥 我是河大陆 我们现在呢还是在同仁的江口县 今天我们要带上装备 徒故穿越后面这条 号称是同仁最美峡谷的 渝良溪大峡谷 大家也知道我们是自驾博主 以前的旅行呢 基本就是车带我们到哪里 我们就去哪里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车到不了的 所以呢也比较具有挑战性 也算是我们旅行的一次突破吧 因为要带上生活物资 我们准备了两个大包 然后基本上都装满了 还是比较重的 大陆能行吗 必须行 那就出发吧 位于江口县的渝良溪 是一处天然未开发的峡谷地带 溪水潺潺流出 周围树木清脆 但在这绝美的环境中 可能也隐藏着一些我们预料不到的挑战 也因为没开发 徒步的全程需要走在溪流边的泥泥小路 重心不稳 很容易摔跤 或许对于一些资深旅友而言 这不值一提 但是对于我们初次尝试重装徒步的新手来说 还是充满了挑战性 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 分岔了 一边是上面这条渠 一边是下面这条小道 但是我感觉下面这条小道更加难走 不知道走哪边是正确的 你觉得呢 行行行听你的走吧 我们在贵州旅行那么多年了 其实很少有机会 像这样走进这么原始的大山里面 对我们来说 其实心里面还是有点怕 要慢点 看看那些虫子什么的 不要让人碰到 水流很急 慢点走过去 越往大山深处走 周边越是荒凉 过了一处小水坝后 挑战难度也再次升级 我们已经无路可走 只能沿着浅溪继续向前踱步 这种徒步体验 我们几乎从未尝试过 也因为在未开发的大自然中 对于未知的目的地 也让我们有些心慌 从早上9点多出发 现在已经11点多了 我们还没有找到攻略里的目的地 说实话有点坚持不下去了 现在因为是温度也比较热 然后我们背的东西又比较重 尤其是河大陆这个身体 可能比我还要吃力 还能继续走吗 我不成半途了 明白了 那就继续走 有句话很有道理 不逼自己一把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力 行摆步者半久时 很多人向着自己的目标出发 却总是会在接近成功时 选择放弃 是因为他们对于目标的不确定 也可能是因为 他们缺少对于自我改变的意识 改变是让人生更加精彩的途径之一 走出舒适圈成为更行的自己 是我们今天这次徒步的最终目的 快看 看到前面那块草地了吗 我们终于到了 我们成功了 不到达终点 如何享受这沉沉的溪水 这清脆的草地 就达成目标后喜悦的心情呢 以后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 会去更多美好的地方 做一些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 虽然过程有点艰辛 但是我们做到了 在终点享受了我们的美食和美景